深度体验上百款AI工具后 木子精挑细选了32款好用又便宜 甚至完全免费的工具 介绍给大家 涵盖搜索翻译绘画 视频生成浏览器插件等等各个维度 应该是目前全网最全的一个盘点了 我保证看完这个视频以后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至少一款你能够用得上的AI工具 绝对没有广告 强烈建议大家点赞收藏这个视频 好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吧 首先是AI搜索引擎 没有使用过的小伙伴可能会很好奇 AI搜索引擎到底是什么 和传统搜索引擎有什么区别呢 那使用传统搜索引擎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需要输入问题 浏览结果提炼有效信息 总结整理信息 这样一整套的流程 其中注意点开每个结果查看内容 总结整理有效信息花费的时间是最多的 而且一不小心就会点进广告 非常麻烦 而使用AI搜索的时候呢 在我们输入问题以后 AI会自动完成问题分析 全网搜索对应信息 总结整理信息等步骤 然后直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答案 这样获取信息的效率要比传统引擎高很多 针对这个场景呢 我为大家推荐两款软件 第一款是perplexity AI 它是一款聊天式的搜索引擎 会从各种来源收集 获取信息并直接给出答案 当然了每个答案也会标注来源信息 帮助你二次验证 我认为要答案的准确性 易读信和搜索速度 都远远超越了传统的搜索引擎 重要的是它无需登录注册 就可以免费使用 除此以外呢 我再推荐一款对中文相对 更加友好的搜索引擎 密塔AI 它被称为中国版的perplexity 我对比过同样的中文问题 密塔相对来说 给出的答案会更全面更具体 而且它现在同样是完全免费使用的 接下来是AI大模型 现在全世界都在互相卷 当然也是越来越好用 ChatGPT还是当下最强模型 用户数也最多 最近它升级到了GPT4O 有了多摩泰的能力 除此以外呢 GPT Store中有一大堆 各种使用场景的AI助力 写作学习电商应有尽有 ChatGPT的最强对手Cloth 写代码读专业论文图表 长文本分析质量都很高 但中国大陆使用的比较麻烦 需要网络环境和海外手机号 海外的小伙伴就可以好好的用起来了 然后就是谷歌的Gemini了 最近它更新的版本呢 原生多模态 擅长处理视频语音和图片等视觉内容 除此以外呢 我再给大家推荐几款不用梯子 就可以使用的集成类AI大模型网站 这些网站里面呢 都集成了我以上提到的这些大模型 一个网站里面直接都能使用 首先是樱桃茶 网站内集成了XGPT原生模型 还有Gemini Suno等 甚至还包括了Mate Journey 一个网站既可以实现AI对话 还可以直接升图 所有的结果和原软件没有区别 速度还更快 一整年的价格呢 还比XGPT第80% 可以说是非常高性价比了 然后是Monica 它的功能也是非常的强大 阅读翻译写作等各种功能都有 还可以调用各种大模型 甚至还有自己的浏览器插件 但缺点就是价格偏贵一些 那说到浏览器插件 我这里再给大家推荐5款 包括翻译、语言学习、视频下载 和总结等类型的AI插件 它们因为是插件 所以使用起来非常的便捷 首先就是沉浸式翻译 它被称为地表最强的免费翻译插件 可以实时翻译外语网页 PDF、视频等 一键就可以开启双语阅读 用母语读外文的资料 那速度可就快多了 那如果你有语言学习的需求 我强烈推荐使用Transit 不仅支持中英文 还有各种其他语言 比如说我想看TED的演讲视频 学习英语 就可以使用不同的模式切换学习 更好的理解上下文 甚至我们把鼠标移动到上面 它还会显示这个单词的翻译 还有双语字幕的功能 有了它任何视频都可以成为你的学习预料 然后是SIDR 它简直是我的最爱 视频总结又快又准 E站和油管的视频都支持 这个插件它可以帮你快速判断这个内容到底值不值得看 还可以生成视频的主字稿 而且它还支持针对视频内容进行提问 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和吸收这个内容 然后是KIMI这款AI弹模型在上半年曾经小伙出圈过 最近它又更新了自己的浏览器插件 在插件里主要是有三个功能 第一是点问笔 在网页中高亮任意文字 鼠标移动到高亮部分时会弹出KIMI图标 点一下就会帮你解释这段文字 第二是总结器 出现在网页右下角 不用选中任何内容 直接在页面点击总结全文 KIMI就会迅速生成一段总结 第三是网页侧边栏 这样就不用栏回切换网页 用户可以直接对KIMI提问非常方便 最后是猫抓 那实际上这不是一款AI软件 但因为太好用了 所以我就一起推荐给大家 它非常适合用来下载一些 没有提供下载按钮的视频 比如平时大家想要下载抖音 小红书B站等网站的视频 直接就可以点击它看看有没有检测到 一旦检测到就可以一键下载 无论是视频还是音频 它都可以非常方便 有时候可能会带给你小惊喜 这个插件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属于是我压箱底的宝藏产品 然后是AI图片生成软件 最著名的就是 Midjourney Dali3和Stable Diffusion三大件了 其中Midjourney可以说是 AI生涂的王者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没有替代者 而且今年更新的人物和风格 一致性功能让它更加好用了 不过就是费用略高 一个月需要10美元 Dali3的优势在于使用门槛低 不用复杂的prompt和它聊天就能生涂 但也是需要在付费的XGBT中才能使用 而且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Dali3的画风 它生成出来的人物 走给我一种硅胶风 那Stable Diffusion也是非常强大的 而且是免费的 但需要本地部署 对显卡有要求 而且入门的门槛不低 不过除了Stable Diffusion以外 相关开源社区的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很多网站都是把模型整合在一起 让用户不用自己搭建环境 就可以在线使用它们 我这里也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著名的 免费开源网站 首先是Leonardo AI 用的就是SD的方案 生涂质量很高 还有实施绘画 图片放大 图片视频生成等功能 最重要的是可以免费使用 每天大概有50张的免费生成额度 然后是Civita 全球最大的AI绘画模型分享社区 它主要为AI艺术爱好者 提供一个资源共享和发现平台 里面都是AI绘画模型 所有用户都可以免费使用 还有我之前介绍过的TencentArt 它的访问速度很快 可以显示照片墙 有提示词参考 可以用别人的开源模型 在线生图 也可以自己上传模型 非常方便 然后是Hugging Face 我相信大家多少看到过这个图标 它的网页就是典型的程序员风格界面 里面有各种AI工具超全的模型库 是一个大宝藏 最后是摩搭 阿里达魔院推出的AI模型社区 里面提供了丰富的AI模型 包括视觉 语音 自然语言处理 多模态等多个领域 那除了用AI深图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场景 就是AIP图 国外的电商运营嘛 基本上都在用这些工具来降本增效 闷声发大财 第一个就是PhotoRoom 它支持批量批图 去除背景更改背景 AI扩图等 可以做电商的产品促销图 非常好用 不过很多功能是限制在Pro版本的付费 才能使用 同类产品是Clip Drop 它同样可以对商品图去除或更换背景 增强图片清晰度等 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功能 包括AI换联等 除此以外 我之前介绍过多次的ProMe AI 也非常适合室内外设计 或电商游戏设计 除了对图片的基础修改 还有像AI超模 AI写真 图片重绘等功能 而且免费额度也很高 所有功能都能用 我认为要是集成性最强的一款AI工具 接下来是AI语音合成 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制作一些影片 不想要自己配音的话呢 AI语音合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如果你想生成的是英语或者是外语 不用犹豫 直接选Eleven Laps就好 它效果好音色全 而且免费额度很高 除此以外呢 它比较突出的一个功能是声音克隆 上传一分钟左右的声音 就可以克隆出一个还比较像的音色 不过呢Eleven Laps对中文的支持不是很好 用它生成的中文 一听就像是刚选中文不久的外国人说的 相对来说呢 我认为最适合中文语音合成的还是简印 里面呢有上百种男声女声 甚至还有各种方言可以选择 但缺点就是大部分声音还是得付费 那大家如果想用免费的话呢 这个网站TTS Maker也非常好用 里面要支持中文英文等各种语言 然后光是中文就有200多种音色可以选择 而且音色很纯正流畅 最后就是AI视频生成了 这也是今年各家卷的非常厉害的赛道 首先最近最火最强的就是快手的可灵 生成效果和人物稳定性是现阶段同类工具里最稳定的 然后是Luma的Dream Machine 也是最近的一批黑马 每天呢5个视频 每个月30个视频的免费生成额度 这两款产品的超详细测评呢 我在这个视频当中有介绍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看 除此以外相对老牌的几款 包括Runway Pika Stable Video Hyper Pixverse 等等也都有各自的优势 像Runway呢 对于画面的控制很好 支持笔刷控制画面以及调整运进方式 Pika呢在动画视频生成这件事情上做得很不错 新出的对口型的功能啊 支持让人物开口说话 这几款产品呢 我也曾经出过视频做过详细的对比 大家可以在说明栏里面找到这条视频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盘点 实际上AI在其他领域 比如AI写作数字人等等 也都是AI非常常见的应用场景 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记得给我的视频点赞 点赞超过500 我就给大家再出一期做详细的分享